你講第一句話就開始 好 那今天要報的這個project 叫做自己的選區自己畫 那這個其實是之前由 應該是彥徒提案的 一個project 那其實它已經演化 它一開始想解決的是說選區劃分的問題 因為 它可能會造這些不公平 不過我們後來討論了一下 如果要搭上 2016有可能的修憲的 這個時程的時候呢 可能 選區的問題可能不是最大的 可能是選制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題目改成就是 如何謀殺你的選票 就是目前的選制設計上如何讓很多人的 投票是 就是可能是沒有達到效用的 就是選舉的結果可能不反應民意 那所以第一個常見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開始想要解決這個選區 劃分的問題 這個問題大概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如果比如說左邊 最左邊是正常的人的分部 有40%的人是選擇紅色 60%的人選擇藍色 那第二個是就是完美的代表 就是說既然比例是這樣 那在國會裡面應該大概就是3比2的這樣的席次吧 那再來呢就是說 因為我們選區劃分不可能剛好跟民意的這個方 就是剛好一樣 所以你可能每一區 譬如說這樣子的時候 那每一區其實都是藍大於紅 那所以其實藍會全部的 所以這個40%的紅色的民意 就完全沒有在國會裡面被反應 那更邪惡的是呢 就是說如果你去把這個選區隨便亂畫的時候 不是隨便亂畫 就是有意的去畫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少數的40%的紅色 因為這樣選區劃分的方式 它其實可以得到更多的其次 那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所謂叫做Garry Mandarin 就是一開始畫這個人的他的名字 所以像這個是實際的例子 美國有一個地方它的選區就長這個樣子 就像我們在台灣有些選區是跨行政區嘛 比如說北松山跟... 跟哪裡 忘記了 好 總之 他沒有嗎 好 好 太輕人了吧 太輕人了 那所以 那總之呢 我們想說 從從來想說如何謀殺案的選票 那第一個問題是說 18歲跟19歲的人是不能投票的 因為我們目前是在20歲才能投票 那這個人口其實非常驚人 大概有65萬人左右 那所以第一個想要解決的就是說 去表現這個問題 然後 我們之前稍微有先討論 就是如何呈現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台灣的圖 然後選區 然後右邊是部分區的議委 那所以我們就會做一個 看一個動畫 那每一個選區就有很多小人 那每一個小人可能代表官票之類的 那所以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把這些小人他就圖色他投票 然後 第一步驟就是說 18到20歲 就是沒有投票權的小人就被殺掉 所以就會動畫這些人是砍頭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政黨票的門檻 就是說 投到政黨票很多人會投到這邊 可是如果你投的政黨沒有超過百分之五的門檻 表示你的票其實是讓人飛掉的 所以這些人他投過來還有被殺掉 啊沒時間了 好所以我要被殺掉了 總之 這個有些束縛的討論 歡迎大家來參加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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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